今天520了 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 弹仔岛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恐怖的牌子吗 哪里 我在弹仔岛很想你 有人说这是一个表白神器 哪里恐怖 看完视频 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伙伴们 其实这是弹仔岛最危险的道具 伙伴们 这个牌子可以杀死弹仔岛上的所有的蛋 包括你和我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你千万不要带着你的蛋搭子来这里 真的真的真的太危险了 No 小伙伴们 众所周知弹田岛上的所有东西 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伙伴们 你们看 这是一个板凳 我们怎么样也无法穿越它 我被板凳给阻拦下来了 我们可以跳上去 在上面 我可以给大家跳个舞 你们看 你们看 这是正常的道具啊 它可以让我们站上去 并且我们怎么样也不能穿越过去啊 Yes 我又是了 但在派对中的垃圾箱 看我怎么撞都过不去啊 垃圾箱游越也不让我穿过去啊 Oh my god 而今天我在蛋蛋岛玩耍的时候 伙伴们 我看到了一个表白神器 上面写的是我在蛋崽岛很想你 于是我走了过去 结果令我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让我终身难忘 伙伴们 你们看 正常的道具 它会阻碍我们的脚步 不让我们走过去 而这 我在蛋崽岛很想你的牌子 伙伴们 你们看 你们看 它竟然把我和我的蛋搭子 小伙伴们 你们看 它把我和我的胆大的给串了起来 像个糖葫芦一样 我能按什么键都走不出来了 好像全部的键盘都失灵了 伙伴们 这个牌子把我们两个给做成了冰糖葫芦